藍白河這齣戲從五月份演到現在 我們也看了五個月了 總算最近劇情稍微緊湊一點 快要進入大結局 其實到今天為止 我猜侯友宇等一下 應該也不會直接講像 類似像藍白河破局 這麼斬金結石的話 但是大家都不講 不代表他還有結局 他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無言的結局 繼續拖 他拖到什麼時候 拖到 拖到兩黨各自提名 自己的副總統 提名自己的部分去 然後到登記 如果要再拖他就可以拖到十一月底 不是啊 柯文哲都講 他就不要啊 那幹嘛拖那麼久 柯文哲今天從頭到尾沒講不要啊 他就罵了國民黨一頓嘛 對 他講我被霸凌 就這樣子啊 還是在裝受害者 對啊 他也沒講不要啊 那這一這一局 這個回合的交手 就戰術上來講金普聰勝 你是說侯友宜這是金普聰教他 因為侯友宜想不出來嘛 當然嘛 對不對 今天三家媒體連訪 然後連照片都一樣 然後刊登同樣內容 這很典型是金普聰的風格嘛 那這樣做有沒有用 有用嘛 我今天一早看到三家報紙 我心裡第一個 我就想說這最後通牒了 因為就明天嘛 二十五號嘛 所以柯文哲也看懂了嘛 所以他今天出來開記者會嘛 那金普聰今天這一招是 我從一開始 我就想從上個禮拜 十月十四號 他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搶這個觀念 雙方在演的只是要讓非綠陣營的支持者覺得不是我 就是我不是破壞在野團結的元凶的戰犯 那顯然在這個角度上金普聰贏了 侯友宜 他都我都讓一半了 我都願意當副的 是你柯文哲不要 剛剛有說 其實這個條件之間就提出來 那柯文哲就已經說不要了 幹嘛還在提出一次 柯文哲自己笨 你要怪誰 一五七的笨蛋 智商一五七的笨蛋 黃子哲上禮拜就已經預告過了 上禮拜上廣播專訪 他就已經預告過了 黃子哲是誰 黃子哲是侯伴的發言人 而且我們都跟子哲算熟 黃子哲不是一個 沒有得到授權 會自己隨便講話的人 然後侯伴發言人 都已經考前洩題了 都已經告訴你說 這禮拜深論題是這一題 你回去趕快準備好 讓你open book 你也答不出來 所以這不是突襲 是柯文哲 你自以為聰明 你以為你們的判斷錯誤 你以為是黃子哲自己 大諸大諸說不是 黃子哲其實就是先告訴你 我們的底線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金普聰 這次也算夠宅心人厚 哪有人談判 先把底線先出來翻出來 我的底牌就在這裡啦 你要不要嘛 就柯文哲不要啊 好所以破壞在野團結的元凶 現在是誰 八二開 八是柯文哲 二是侯友宜 因為民眾黨支持者一定覺得是侯友宜 那國民黨支持者一定覺得是柯文哲 好所以現在目前看起來是八二開 那接下來侯友宜今天在專訪裡面要講說 如果都沒有就是說這一關沒有的話 就對方如果不同意五十五十的話就進到政黨協商 對不對 好政黨協商基本上就沒有侯友宜的戲 但是侯友宜他有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你政黨協商 朱立倫跟柯文哲能談總統嗎 當然不行啦 侯友宜是主 他是總統候選人啦 對 我們我們候選人對候選人談的都已經沒有了 你不可能跳過候選人 政黨協商直接去談嘛 那政黨協商能談什麼 我跟你講又是演一場戲 政黨協商百分之百就是朱立倫個人的盤算 而柯文哲看到這一點 所以他利用朱立倫個人的盤算 朱立倫盤算什麼呢 總統這一局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只要立委 明年一月十三號票開出來 我只要比現在多個三席 我朱立倫就沒輸啊 沒輸我黨主席可以繼續幹 繼續幹下去之後 二零二八還有沒有希望 當然有希望啊 朱立倫現在看得到 絕對不是明年這一局嘛 他看的是二零二八嘛 就犧牲打侯友宜就好啦 也不是犧牲打 因為侯友宜說實在也不爭氣 也不能說犧牲打 所以政黨協商完全是朱立倫個人的考慮 那你政黨協商最多能談到什麼 我跟你講連部分區都沒得談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上禮拜三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了部分區提名辦法 改了一個字 原本的辦法是說 要經過中央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不同意 你才會被名單剔除掉 他把那個不拿掉 要改成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那代表什麼意思 越來越不同意是 我不同意 是我可以消極不去投票 我就代表我同意了嘛 對不對 我不投不投票代表我同意嘛 但是同意是我一定要去投同意票 我才是同意 那門檻滿高的耶 為什麼要改 為什麼要把那個不拿掉 萬一你們民眾 他要掛國民黨的 當然是 民眾黨就沒啦 你就要退出民眾黨 你要變成國民黨員 民眾黨這樣也是泡沫化 但是沒關係 對柯文哲來講 我覺得柯文哲現在已經不在乎民眾黨有沒有泡沫化了 他在乎是他自己吧 應該是這樣說 所以你說在政黨協商這個層次 你要談到立委 我覺得很難 唯一能談的就是像台中一選區 那種不營養的 本選區支持蔡壁如 藍白河 就那種沒營養的選區 你真正關鍵性的選區 我覺得很難 因為國民黨現在已經提名 差不多提滿了 剩下沒提名 現在國民黨還沒有提名的區域立委選區 是什麼選區 就是那個看起來一定選不上的那種選區 所以你說政黨合作 我覺得也很難 那就更不用講什麼聯合政府 那個是選後的事情 沒有人選前在談聯合政府 即使是內閣制小黨林立的國家 他選前沒有人在談 一定是國會席事選出來之後 你才知道幾個黨要談聯合政府 那萬一我跟李正浩兩個黨加起來 都還不到一半 我們兩個談什麼聯合政府 是在談辛酸的嗎 對不對 所以那個都騙人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局到目前為止 到今天柯文哲講了半天 雖然講了六分鐘 我們在座沒有人聽得懂 他的重點是什麼 連記者都還講問一次 我覺得現場記者也聽不懂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懂 就是說藍白 至少總統方面的合作 各自玩各自的 應該就是各自玩各自的 那大概就是破局了 那我覺得這一局對柯文哲來講 真的是聰明反被聰明過了 如果說這個柯文哲的包白的 他各種條件 郭台銘競爭 我跟郭台銘不做副總統 他做的也不必要 所以他就是郭台銘做的角色 跟我說什麼APEC的代表 什麼WTO WHO什麼歐盟 有的沒有的就對了 就都叫郭台銘去 都叫他去啦 什麼白宮什麼祈禱早餐會 都叫他去啦 全叫國際有關的 總統不去的都叫他去就對了 他也很高興 他會去啦 而且就是他也有可能說這樣啦 你們企業嘛 財經那麼多啦 那不然公股銀行的啦 國營事業當事長總經理都給你排啦 那我比較不行 柯文哲說那我比較不行 郭台銘拜託都你負責啦 郭台銘聽怎麼說 這樣也不錯呢 這也會合 所以就有可能合了 各位要記得柯郭的支持者 是完全重疊了啦 柯跟郭兩個人 還有柯跟郭下面的支持者 沒有彼此講過壞話啦 柯文哲不要沒過郭台銘 郭台銘也不要沒過柯文哲啦 兩兵的支持者是高度重疊 歷次的民調都發現這個狀況嘛 所以柯文哲回頭去找郭台銘 就是打電動嘛 就吃了一個大力丸嘛 加下去再加五八十八起來嘛 他當然就有機會再跟侯友宜叫盤 如果有一天柯跟郭都整合了 到最後要氣飽的時候 大家一定給侯友宜壓力的嘛 欸 人家合起來比你多了 你拿好了 搞不好在今年年底 一月初的時候 整個氣飽的呼聲一出來的時候 侯友宜也會直接被做掉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被包排的模型 一方面又想要叫侯友宜的支持者投他 然後又嫌侯友宜不太行 然後第二方面又跑去跟郭台銘 又想要弄在一起 跟我們說的是柯文哲 只想要國民黨的票 不想要國民黨的人 他怕他的票 不怕他的人 這就是柯文哲 現在在操作的一個策略 藍白本來就不會合嘛 早就已經講了嘛 所以現在所有對於藍白 核的討論都在負與頑抗 負與頑抗 包含什麼找柯文哲來浮選 柯文哲找郭台銘 什麼三個方案 下面挖哥的那些 這些都沒有啦 這些都沒有 這些都沒有 所以第一件事情 他最真實的狀況 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幫大家推演 明天之內藍白分手 對 這幾天之內 郭台銘退場 這幾天直接 一天損失五十億你要拖幾天 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九十二億三天就沒了 對啊 九十二億兩天半 兩天半 好不好 你想拖幾天 工業互聯網一天蒸發一兆多啊 一兆多 市值增發一兆多 所以這有什麼好講的 郭台銘這幾天就退場了嘛 對不對 藍白河明天破局 郭台銘這兩三天退場 所以藍白河破局後 郭台銘退場後 那局勢相對單純喔 就柯侯賴 但是柯侯賴 這些事會一路走到底嗎 就是要回頭看 有沒有更多的外力來介入 讓柯文哲退嘛 對不對 所以那如何透過外力 讓柯文哲退 對不對 那條件要開什麼呢 不是條件 那個外力可能是柯文哲 搞不好 你怎麼知道柯文哲沒照片 好這是一塊一個可能 那假設柯文哲沒有 有沒有可能透過台商系統 或是涉台系統的反撲 全面去封殺柯文哲的曝光 也是有可能啊 又或是說所有涉台系統 他有全力壓在侯友宜這邊 逼柯文哲退 這也是有可能啊 甚或是柯文哲打死不退庭的胸腔倒下 在選前操作棄保 讓原本柯文哲以為他可以拿到票 全部流到所謂的侯友宜這邊 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狀況嘛 所以這個變局 在這個變局中 最最最麻煩的事情是 很有可能在選前三十天 變成一個類一對一選機 所以小姬也不用想了嘛 小姬不用想 小姬就各自求生啊 小姬不要先不要管 小姬最慘的是賴佩霞耶 沒台沒錢 搞得一個國籍沒了 護照多兩個洞 所以他才是這一場大選公主吧 從此跟美國沒關係 對不對 那我覺得狀況就這樣嘛 賴佩霞倒楣那不談他 因為他演員去要這個演出費 要演出費另外的情況 所以我意思是說 最麻煩的事情是會有可能變成類一對一出選 那賴清德壓力就會非常非常大嘛 或是民進黨壓力就會非常非常大嘛 你就是光是拿35% 基本盤不夠嘛 類一對一就是兩個人都破40%嘛 然後另外一邊極端被縮小到剩5、6%嘛 那這個狀況之下變成說硬仗要來了嘛 所以我剛剛在談這樣選 那時候我才說 選前勝其實幾天終於開始打了嘛 而且是最殘忍最血腥的肉搏戰 巷戰會開始嘛 所以這真的不是開玩笑